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座1870年落成之后 一直沿用到至今的这样的一座钢桥 钢制的这个桥梁 这个桥梁在当地的影响比较大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地标 这个信息牌上对这座桥梁的修建的时间 以及后续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桥的这个头前有一些这种铜牛的雕塑 纯铜的这个雕塑特别棒 细续入生 我不知道这些雕塑跟这座桥梁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是一个雕塑群 但是它的这个雕塑的主体全是牛 这个雕塑 铜的这个雕塑的形象是一个人骑着马 那从它的装束上可以看出完全就是德州的牛仔的这个典型的代表 因为它的马背上还还放了一只长枪 然后它挥舞着自己的牛仔帽 腰间还带了一只短枪 身上带的是长枪的子弹 那旁边的这个雕塑的也是一个这个牛仔的这个形象 马背上有一只长枪 腰间有一只短枪和匕首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是前头挂了一个酒壶 我觉得应该是酒壶了 这个雕塑非常漂亮 那在雕塑群的远端的这边还有一群这个雕塑 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是一个这个德州牛仔的这个形象 那他们都比较崇拜这种牛仔的这种文化 对这个曾经有很多次大型的这种牛仔跟政府之间的冲突 基本上都是以牛仔持枪来对抗政府 最终获取了维护自己权利的这个胜利 所以牛仔的这个形象呢 在德州或者是在整个美国 是特别受到大家的尊重的 远处还有一些牛的雕塑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成群结队的牛 跟这座桥联系起来了 在这座桥联系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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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发现它的这个连接的地方呢 用的是锚钉 是这个锚钉的这个技术 在186几年68年的时候 怎么实现这个现场施工的这个锚钉的这个技术 我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 比较静态 从现场的观感上看呢 倒不是说它的造桥的技术多么好 还是材料的选取和使用比较严谨 所以才会几百年 这个桥还仍然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这个使用 感谢观看 整个桥面全是木板 桥面是用木板铺设的 所以呢 桥的整个的这个重量可能会轻得多 那对于这个桥能够长时间的这个保留 它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这个桥面的木头 现在看的是二乘四的方木 不对 应该是二乘六的 二乘六的方木 然后立起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它的这个桥面的承重就比较有利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它这个桥面是可以随时换的 这个木料是可以随时进行更换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底下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桥墩是砖垒起来的 对 这是桥梁的一头的这个桥的 对面是另外一条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桥梁的下面 这个整个的刚结构的这个构造的状况 这个桥梁是在前面 继续下一个派特的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着这车说 那是一条曲的 这一个桥梁的情况 这是两个桥梁的 小桥梁的 是三桥梁的 是三桥梁的 过一桥梁的 然后是四桥梁的 在里面 是三桥梁的 多桥梁的 两桥梁的 在这里 我们在桥梁的 是四桥梁的 是三桥梁的 涅 regard 相让我找到 是一桥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桥梁边上的一个圆形的观景平台 主要用于观赏河面上的桥梁和河水上来往的船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座桥的全貌 据说当地人特别喜欢这座桥 因为每逢节假日的时候 他们都会聚集在这座桥上 看两边河上燃放的烟花 我们来看旁边这座桥是拱形的直拉桥 所以这个技术就比较简单了 特别是在后期的造桥的技术当中 这种使用就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这座桥 桥下没有桥墩 桥面上 桥体上也没有立起来的直拉的 这个支点和东西 它就是一个希腊的钢索 然后把整个桥的重量给它拉起来 所以在一八六几年的时候 有这种希腊钢索造成的技术 也还算是比较领先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